另外再来关心光复湘西富村的马佛部落 除了捕风养鸡场 也有牧场即将进驻 而部落族人也在部落的重要路口 来悬挂反对牧场进驻的红铺条 不过才悬挂不到三天的时间 却遭到不明人士检调破坏 那么当地的代表吴辉明也立即报案 并痛斥这种破坏的行为 无形中是造成对立 那么部落族人也将会坚持反对到底 原本悬挂在这路口路牌上 反对设置牧场的红布条不翼而非 徒留悬挂的绳子在现场 相代表吴辉明气炸 因为被剪掉破坏的不止这一条 红布条啊 他们挂这边 然后这边一条 这边出来看到 要进来这边一条 国府湘西富村马佛部落 不仅有浦风养鸡场 在同一区域内也将有大型牧场进驻 因此除了悬挂反普风养鸡场的旗帜 6月7号 部落青年也在重要路口处悬挂自制的 反牧场红布条表达反对立场 不料悬挂的时面抗议布条 不到三天就仅剩下两条 相代表吴辉明痛斥这一种破坏行为造成了对立 他们这样的行为对我们很不满 为什么呢 这好像等于造成我们的对立 这样子绝对不行 要应该他找我们部落的老人家 或者是有心的年轻人来谈 或者是找工部门来谈 他这样的行为全部捡走了 制造对立真的很遗憾 实在太生气了 反牧场以及养鸡场的抗议布条 遭人检调破坏 部落族人除了已经报警处理 相代表吴辉明指出已经造成了双方对立 即便蒲峰企业目前先暂缓花莲设厂 但是部落则团结一心 仍坚决反对到底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